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有热度一直不俗的演喜攻略 相信喜欢追剧的你一定度过了一个充实而又幸福的双休日假期 同期更新的国产影视剧虽多 却也总有个热度高低之分 对于电视演员来说亦是如此 许多电视演员在这个发跃推出自己的新剧 获得可观流量的演员更是数不生数 那么谁才是这个周末人气最旺的电视演员呢 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更新的电视演员热度排行榜吧 首先看到的是人气排名前五的电视演员 这些演员依次是杨阳 杨子 陆寒 赵丽颖和迪丽热巴 其中杨阳凭新剧舞动甘昆热度居高不下 推出香蜜沉沉浸浸如霜的杨子同样稳居刺激 此外小鲜肉露寒的热度也不容小觑 被靠背的赵丽颖迪丽热巴回归前五 值得一提的是赵丽颖是榜单中唯一一位没有在2018年推出新剧的女演员 杨子无疑是这个夏天发展最好的女演员 虽然与流量小生任嘉伦合作的新剧被停播 不过她与邓伦主演的这部《香蜜沉沉浸如霜》 还是顺利挽回了损失 截止今晚10点 该剧的网播量已经顺利突破50亿 此外该剧的收视率成绩同样喜人 一心拍戏的杨子收获了自己种下的果实 目前排在第六第一一位的电视演员 依次是杨幂、邓伦、秦兰、张天爱、罗云西和三十弟弟吴磊 其中杨幂叠出前五 秦兰人气上升 一同人气上升的 还有主演《香蜜沉沉浸如霜》的邓伦同学 此外观小童已经一路叠到了第15名 虽然小编见证过许多网剧的爆红 比如朱翼龙白雨主演的《震魂》 可小编还是第一次看到每天的网播量能稳定 破五亿的网剧 这部演喜攻略让小编大开眼界 凭借该剧是不可挡的网播量增长 主创演员秦兰的热度增长也在秦里之中 不过小编也有些疑虑 连续单日网播量破五亿 这部演喜攻略的热度真的有这么高吗? 这部演喜攻略的热度很高 作词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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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